大家好,歡迎收看ET財子Talk,我是Debbie 很高興今天請到劉老師劉兆文上來 各位好,Debbie好 不過很久沒有跟你做節目 都很久了 不過聊天是經常跟你聊天的 我最記得大概在兩個多月前跟你聊天 今天談談市場如何 我記得那時候苦口婆心叫我一定要買股票 那時候外圍的疫情爆得很嚴重 但你叫我買股票 我便馬上覺得是不是 誰知原來是錯過了 來到現在這個位置,大家忐忑 因為外圍真的震到雲低 你見到上星期美股單日可以跌1800點 星期四又收復一些失地 現在外圍又倒閉 這麼大的波動是怎樣的 現在投資部署 那之前跟你談的時候 有一個想法 股值也這麼低 還有股市我經常跟你說 真的向前看得很厲害 今次尤其是這樣 不經不覺我們數一下數一下 由3月底到現在 講美股 美股升了差不多五成 真的都很誇張 3月低位反彈 3月低位反彈 差不多是五成 剛才你說上星期跌得這麼厲害 我又會這樣看 我會看成 暫時來說這一刻 都是一個健康的調整 為甚麼會這樣想法 因為剛才說過 低位其實真的不用三個月 無論是立指也好 道指也好 升了五成 如果你說計算一些技術走勢 其實上個星期三 真的挺巧 RSI這些超賣 我們講的技術指數 其實是超賣了的 去到七十多的 要回調也都合理的 你說計算道指來計算 就算這次有個回調 是27300 下回來 就算它下回23700 23200 這些都可以各為一個正常的調整 香港就沒得說了 香港就一定跟著 待會我們可以繼續講港股 不過先由美股帶頭線 為甚麼上星期開始 美股做一個深調整 我想大家很害怕 第二波的疫情爆發 有很多州份 確診人數是有私利新高 很多人入院的個案 其實亦是新高 以至內地 其實上星期四 開始亦都有本地個案 引發了大家覺得 是否又來多一次 兼且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上星期突然說到經濟前景 好像真的比預期悲觀 大家立即就想 是否應該要沽貨為上 但是你又說 暫時來說健康調整 沒錯 會不會說 調到甚麼位置 大家就真的需要擔心 又還是你會 怎樣去安撫市場 這一個都還是一個健康調整 不用怕 首先這樣說 為甚麼我們會說 這個都是健康調整 我不是太過擔心 記得一開始我講一句 就是這次股市其實 非常 向前看得非常之重要 剛才你所說的因素 我明白的 大家都會覺得 這些不確定的因素 聽起來好像很悲觀 都不知道怎麼辦 記不記得那時候我們講過 股市向前看 起碼多久 一季 兩季 不知道 其實至少六個月 這次就更加長 我可以說 這次股市向前看 六至九個月 看七年 沒錯 絕對是 一會兒我會跟Debbie談談 看得那麼遠之後 其實你會發覺 股市其實不是太貴 好的 你剛才所說的因素 明白的 不是那麼正面的 但全部都似乎 是我們眼前的東西 這些眼前的東西 你可以問回自己 究竟在六個月之後 九個月之後 這些眼前的東西 還會不會再發生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而且最重要 這次 為甚麼我們會 真的這麼看好的股市 就是 不要講遠了 去回海嘯 十年前 我知道你想說甚麼 我想說甚麼 QE那些 QE那些 放水 這件事是無法爭辯的 儘管你說 這些糧化寬鬆也好 或者舊市的財政也好 有些人在計算 究竟有多少 可以進入下去的實體經濟 這個明白的 但是股市很明顯地 我們上次已經見識過 就是這些錢 基本上是很即時 能夠幫到 一些我叫做風險資產 尤其是幫到股市 股市是這樣升 是的 今次可以說 今次的糧化寬鬆 就比上次更狼 是的 永無止境 永無止境 無限量 還要加上次的舊市 其實主要集中在 美國和歐洲方面 今次是全個地球聯合 一齊 一齊 一齊去做的 還有財政政策 沒錯 如果這樣的角度去看 我想大家可能要預計一件事 就是這一次 梁夏寬鬆等等這些水 可以幫到股市 不是說用多少個月 幫到多少個月 我相信是說是幫到多少年 嘩 不要說越南 我們看回有圖有真相 我經常很喜歡這件事 有很多字 這張圖 這個是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想看放水 減息 可以幫到股市幾多 紅色那條線 我們說的是美股 道指 我們看看過去 由2000年到現在 我想說最近那次 中間有個六圈那個 就是剛剛海嘯的時候 告訴你 利息跌到差不多到零 再做幾次QE 一路放水 結果出現了什麼呢 股市爆升 爆升之前是害怕的 股市真是先跌一跌的 但是很快看到 原來這個很幫到股市 很幫到風險資產 爆升 還要爆升多久呢 爆升了11年 三倍多 它升了三倍多 到今年年頭 去到疫情發生 去到歐美 才開始倒下來 我們這次其實幾類似 看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疫情 真的想不到 立刻說 在很短時間 二十多天就跌了三成多 三成多 你知道在海嘯的時候 用了一年多才跌到這麼多 這次很誇張的 破紀錄的 破了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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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升了兩成 牛市了 不夠一個月又變了牛市 又升又回來了 我會這樣看 其實這次可以說 放水 舊市 將會幫到股市 有很大機會 亦都用一個 可能以連計 去看一個升市 劉老師 如果我們接下來 是追蹤這件事 其實我們不用想港股 追蹤美股就行了 因為全部大戶 其實也是把他們的錢 拍入美股為先 是不是有先後次序 對 我都知道很多香港投資者 都未必走去買美股 不過這幾年應該留意多了 很多股都升了 去到歷史高位 但是沒得爭 又是說一句 你剛才Debbie說得很對 原來美股是佔全球股市 知不知道是多重要 差不多佔市值的權重 差不多六成 58% 我記得幾年前 真的沒那麼誇張 十年前 都是四成幾 一直一直加到現在 五成幾 代表什麼呢 如果一些環球基金的錢 我看好股票 我覺得接下來 全球股市 第一時間買什麼 不用想 立刻一定要拍下去美股 即是最大的市場 沒錯 權重佔了六成 你不能不買 當然可以說 不是 有些地方 好像我們中港股市等等 是夠便宜 其實那些基金是知道的 但是問題是權重小 當你看回來 這個圖先說 排第二位 日本佔7% 我們中國佔4% 即是說 就算股市 這些股市升很多 我給你港股市升一倍 升到五萬點多 但是 都不及 你去買個美股 買幾天大的 這麼幫得倒手 所以我想 由今天起 起碼 各位投資者 都要開始認識到這件事 就是說 環球的資金流 其實當它看好一件事的時候 尤其是股市 一定會先衝去買美股 尤其是大家可能知道 全世界很多世界級的公司 十間最大的市值公司 都是美國 有八間 都是美國的 我們都厲害的 我們有兩隻 都在香港上市 最大的兩隻 但是你都不及八隻 在美國上市 變成了 一定需要去跟蹤美股的我們 因為看到美股的趨勢 我們這一邊 其實有少少可複製 完全適合 要參考一下 不過你剛才提到的一件事 很重要 就是資金流 看著大戶的資金怎麼走 有時都很重要 你剛才提到的一個趨勢 大市 趨勢就是未來幾年 我們部署一個大星市 但是我講短線 如何看轉角位 有時我們要看資金流 向哪裏 有時很多時候都會看避險紀補 例如我每個星期都會看資金流向報告 我會看貨幣市場基金 對以上 看債券 融入錢 黃金 然後就對比一下 跟股市的關係 會不會真是資金入了那邊 市場又流出了股市 劉老師 這些指標最近有沒有逆轉 或訊號 告訴我們 究竟什麼時候是我們入市的時候 現在剛才提到的其實很配合現在市的走勢 對的 當疫情去歐美那裏 剛才你數過 你說有些錢去的避險就是貨幣市場外基金 對的 當我們看這個圖 標得最重要的那條線 就是貨幣基金的資金流 是大量湧入貨幣市場 因為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初初有些是賣債券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怕 什麼都怕的 拿出一些紙我都怕有問題 你看到有個時間 連債券都沽 那股票不用說了 全部在3、4月一炮過 什麼都不要 什麼股票都不要 要錢不要付 但是當我們看到在4月中開始 這個趨勢有少許改變 就是怎樣呢 繼續都是去貨幣基金的 這個都要做的 但是開始看到肯買債券 尤其是一些高息債 肯去買回美股 正如剛才都看到 美股都很強 但是當我們再看 例如我們熟悉的中港的股票 或者亞洲的股票 那些到現在 一直都是流出去的 剛才你說過 其中有一個避險 我想最近這一年 就是黃色那條 黃色那條黃金 很多投資者都有看 黃金是一直一直買進去的 對的 其實我們都看過黃金這件事的 簡單說 有 其實你可以說市 未正式開始 完全逐險 未開始的 在你看我們 中港的資金的資料 只是現在來說 是繼續保持著 有些買美股 但是未是全程投入 其實這個可以理解 為什麼呢 你剛才所說的 不明兩者數 涉及實體經濟的 是啊 根本都未太通 都未正式見到回來 那些資金怎麼會這麼快 第一時間去買完 舊經濟股 其實還沒有 所以其實 現在是先買股票 但是不是全程投入 我想大戶做事 或者市場做事 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能見度低 就是不明我因素多 我們剛才都說過 不怕懷消息 是怕不明朗 沒錯 都不知道怎樣 疫情第二次爆發 那會怎樣 經濟會不會再拖下去 然後那些企業老闆 最近我想可能有些行家記者 出去找企業老闆 是找不到的 就是不肯不肯回答你問題 是的 亦都說不到 究竟年底 它的盤數會怎樣 明年會怎樣 所以引生的問題就是 大戶會不會在企業盈利前景 還未清楚底下 就入市呢 會不會其實是比較 驚著來買 於是一出現一些風吹草動 就快點走了 是會先入市 但是呢 好像剛才這樣說 並未全程投入 揀來買 當我說揀來買 可能你最近想到 揀來買是不是 買哪些又不買哪些呢 其實很明顯 這三個月的市場 就特別明顯 新舊經濟 真是分度揚標 這個就是完完全全反映著 那些資金呢 說得對 實體經濟都不知道怎麼看 不要啦 舊經濟股多便宜 不要碰它 但是新經濟股呢 因為有部份 甚至那個疫情呢 咦 幫到 電商網救那些 去了先 也都很清晰 看到原來 確實的疫情 對於新經濟股 新經濟股很多 根本沒有影響 所以呢 就先去了這批錢 但是沒有辦法 如果你看指數 比如你說恆子這樣計 你大腿重 並不是在新經濟股 恆子不是的 所以我眼看的就是企業盈利 預測是不停地斷進去 那現在到底值不值買呢 就是一個問題 值不值買呢 剛才你說的斷進去 是正確的 其實港股呢 未開始有疫情之前 其實都開始買了 當然了 發生仍然一直斷斷 很厲害的 但是我給你一個好消息 什麼人 原來呢 去到最近的三四個星期 企業盈利 港股也好 今年其實已經停止了 沒有再咳 開始見了 甚至有個別一兩星期 開始押了一點點 就是說其實分析員 都差不多計了幾差的數 比今年 就看看明年的情況是怎樣 好了 如果你回答你的問題 你說究竟現在便宜還是貴呢 給你一些魔術數字 魔術數字 有什麼魔術 我最喜歡說市盈率 其實有圖有真相 看看市盈率究竟便宜還是貴呢 現在港股呢 2020年市盈率大約 11.3倍左右 1.3倍 算是便宜還是貴呢 你以十年的平均 十年平均 平均就算是很便宜 不便宜 也不算很貴 但是剛才我剛剛講完 記得了 要記住了 股市根本是向前看 6至9月 即是說現在6月 說看2021年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說 2021年究竟市盈率是怎樣 圖中所見就是9.6倍左右 9.6倍 當然便宜過平均很多 再看這個9.6倍 以過去十年的數字去算一算 原來我們過去十年 發生什麼事 都最差的情況 都是說9.3倍 我們其實現在已經很貼近 一個十年低位 我們曾經在3月 輕輕刺穿過的 當我們恆生指數跌到21,139點的時候 8.6倍 那就穿了一穿 立即買 其實如果你說這樣算 這樣算法 其實我們恆生指數來算 其實應該是值得買 是嗎 簡直是值得買 如果跟美股的相比 雖然你的企業盈利 你刮到現在打橫行 然後你的重點就是 我們已經在看2021年的表現 以2021年的股值 跟美股去比較 我們還是否吸引呢 為什麼我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港股是嚴重落後 沒錯 你美股低位反彈了 我們剛才都說四五成 不太多了 但港股彈來彈去的兩成 我就覺得很不服氣 究竟是不是不值得買呢 這個我們沒有很多不服氣的了 美股我都說過了 始終都是環球基金手選 又是很多大公司 好了 你可以看這個表才算 2020年不用說了 無論港股恆生指數 或者是美股 已經預算了 港股今年預算的盈利跌十幾% 美股更誇張 港股是跌二十幾% 好了 不要緊 重點在明年那裡 現在其實預算 港股恆生指數的成份股 可以有十八個百分之盈利的增長 美股更誇張 港股有三成多 嘩 行不行 那時候我們 記不記得我們補習 補習過說 比P.E.比市盈率 歸便宜其實相對 最重要是看那個盈利增長 你增長是高的說話 沒有問題 比一個貴一點的P.E. 那看回現在美股 你說道指 十七倍多些 差不多十八倍 但港股可以有三成多的盈利增長 港股沒有那麼多 因為很多舊經濟股 老實說 那裏有可能十幾%的盈利增長 是 九點幾倍 其實這個是抵賣的 但是從這個看回 雖然說 咦 美股好像彈很多 那是不是很貴呢 那看下去 其實如果2021年 2021年的盈利率 其實不是太貴的 因為原來美股 道指平均的盈利率 說的是15.6倍 過去的十年 十年嗎 但是我會這樣想 因為過去十年變化很大 如果過去的五年計數 其實現在十七倍 就是說過去五年的平均數 其實原來美股彈了那麼多 根本是彈回過往的平均水平 因為之前曾經反彈過 我記得去到二十幾倍 之前有低位 美股一度跌到P.E.只有十二倍左右 然後就不斷彈 變成自然率也上過二十多倍 現在調整了回落一點 沒錯 最大分別 我想就是 剛才你說出的重點 港股很多成份高的比重 就是一些舊經濟股 我們還未曾有美團 有美團 阿里巴巴進去 接下來就不知道 但是美股也有很多巨型的科網企業 已經在指數裏面 沒錯 但是在行業板塊那裏 我想究竟接下來的部署應該怎樣 我們是否不應該純粹看指數 玩股份重要 美國那邊也是 看到一些增長型股份 過去一段日子 那些基金經理 幾貴都覺得有道理 是這樣買的 那接下來的方向是否一樣 接下來的方向 起碼 這一兩季 似乎還是這樣 首先 剛才都講過了 是 你有沒有看到 市場應該要買的 因為整個大方向 現在幾乎 應該是來好股市的 但是看不通經濟 所以第一時間 先買新經濟股 我們先看看這個圖 這個我們講的是 美國的增長股 和美國的價值股 分別代表新舊經濟股的走勢 我選了一天 很有意思的 就是3月 即3月28日 說的是 美股見到最低位的日子 你看到 紅色的路線 代表新經濟股 其實 由那個時候 一直是低位 是升了四成多的 舊經濟股其實是跑輸了 這個是美國的情況 剛才我講過 其實香港股基本上 是跟著美股走的 複製 複製的 如果我看回下一個圖 看看香港的情況 原來那個情況 都是很接近的 當我看回 有三條線 紅色的線 就代表中國的新經濟股 明顯地是升多過 其餘那兩個 就是中國的舊經濟股 還有香港的指數 就是代表香港的本土股 全部都是跑輸的 這個很清晰的 就是說先去買了升經濟 究竟這股是我知便宜 但是呢 就等等先 其實我看最新的資金流向 都反映環球市場的資金 是流去什麼板塊多 譬如我講最新的那份 庫稅的一份報告 至上個星期三為止 其實我看到全球的錢 進去最多 就是醫療相關的股份 總共進入了一百六十幾億美金 接著排第二 才是一些資訊科技 IT 都進入了一百二十幾億 但是呢 排尾尾尾 就是一些金融股 來的 不停走錢的 是沽走二百億美金 是 那下去到我們香港那裏 我對下你給我這個表 又很吻合 很吻合 這個表就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我們香港 一些新舊經濟的板塊 恆生指數大約在中間 在左邊 你會看到黑色那些 數下唯有ATM 又是線上醫療 又是生物科技 全部數下 都是升經濟 沒有盈利 考贏很多 沒有盈利才知道 多幻想 多幻想 多想像 反而右手邊 紅色那些 全部是舊經濟 你說不出那些 銀行地產 這些全部都是舊經濟 怕的 那些仍然跌著 過去這三個月來講 但是我想問 差距有沒有機會收窄 我每天在這裡 就願美團不肯回落多些 給我買 騰訊又不肯下來給我買 那我不如想一些 舊經濟的 大家可能對它 已經完全沒有期望 反而可能 或者說 這些東西沒有那麼差 的時候 那個希望和驚喜 是會令到這些股份 有機會追近 和新經濟股的距離 有沒有那些可能 有可能性的 那我要計算一下時間 那我估計 有個估計就是 在第三個月中至尾 這些舊經濟股 很有機會 可以追上來 首先第一點 就是本身它們夠便宜 這個沒得騙過了 無論看股息率也好 看市漲率也好 其實都說的是 海嘯之後的低位 好了 為什麼我會說 第三個月中至尾 就不是才好說的 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大家業績 考慮你了 Demmy 大概香港這些公司 大概幾時都會出中期業績 就真的是第三季 大概是八月左右 七、八月 七、八月左右 九月之前都會出中 是不是 有這個數字說 去到這一刻的時候 Game經理分析完 去到大概第三季中至尾 掌握到這些舊經濟股 上半年稅成怎樣 亦都對於下半年有些前瞻 開始有些數我計下 我再計算 真是便宜 再看新經濟股 真的剩了很多 亦都真是不便宜 那就很有機會 將這些錢 可以拍攝部分 去舊經濟股 還有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的股市 是看前六至九個月 如果去到第三季的時間 即是我們說 明年是第一季尾 是很快 有很多經濟股市 有很多經濟 應該可以復甦 行運的話 行運的話 就可以復甦 在這個時候 很有機會 有些舊經濟的辦法 去追進來 不過同一時間 我不會在這個 看差全新經濟 有些人講 會不會那時 一些人扔完全新經濟 就只買舊經濟 我覺得機會比較小 為什麼呢 因為資金的問題 為什麼當放稅的時間幫到股市呢 簡單來說就是資金成本低 時間就會很利好風險的資產 而過去的10年 新經濟股科網股 是嚴重跑贏過市 亦都跑贏過舊經濟股 其中的很大原因是因為資金成本低 接下來我們這幾年 都會繼續發生這些情況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是會繼續來這幾年 都會來好新經濟股 不過 不過 要選擇的 因為不同舊經濟股 舊經濟股基本上 一看下去 閉上眼全部都很便宜 但是舊經濟股有它個別的故事 亦都有個別公司 市場對它的期望 剛才你也有提過 期望都重要的 萬一期望太高 就算可以做到一個很漂亮的數目 但是原來比期望低低 有些魔鬼細節都會死 是的 期望高就失望 可能會容易失望 那你究竟又不是 沒有期望就沒有失望 那會容易搞少少 好 今天劉老師帶出了很多前瞻的指引給大家 包括我們看股市 要先看美股 因為它帶領著我們港股和中國股市的走勢 未來幾年是有升市的可能 所以短線的波動 大家就要捕捉一下一些機會 買什麼呢 買一些舊經濟股在第三和第四季 留意一下業績之後 那些大行怎樣看 另外新經濟股都可以買的 不過要懂得減 沒錯 最後補充剛才你說的那個會不會追到落後 為什麽香港股的指數升到那麼少 如果能夠第三、第四季 舊經濟股可以追上來 因為大部分都是舊經濟股 有機會恆指 我們有機會年尾可以見到28000點流上 這些水位 因為當中的舊經濟股是指數成分股 希望可以見到這個指數 可能九月見到多些新經濟股入指數 亦都會幫到手 今天謝謝劉老師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提提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在Youtube 給我們一個讚好 另外亦都安裝HKET的手機APP 有任何新的資訊都會在手機上 alert 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你 下星期再見